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探索泰国最好吃的五种食物 飘辣香气的泰式驴咖喱 酸甜适口 让人一世难忘 然后是泰式炒河粉 口感丰富 配以新鲜海鲜 味道鲜美无比 接着是美味的芒果糯米饭 甜而不腻 是泰国人最爱的甜品之一 最后我们来品尝泰国的东荫公汤 这道菜整体味道酸辣 让人食欲大开 哈喽大家好 刚才大家看的这一段视频 一个美食视频 大家能想到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谁也想象不到 这样一个美食视频 它居然是AI生成的 而做这样一个视频的话 小鱼儿仅仅只花了两分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儿的一个AI技术学堂 今天的小鱼儿就教大家 如何用两款AI工具 就能轻松的出视频 2024年相信很多很多的新手朋友 都想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去挣钱 去做视频挣钱 那么我们一定要学会用AI工具 这一期视频是小鱼儿做 有史以来最简单 最轻松的一期视频 只用了两款AI工具 所以说喜欢小鱼儿了 记得一定要订阅 小鱼儿教大家如何轻松的做视频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话不多说 带大家一起来实操 我们用到的两款工具 第一款工具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ChatGPT 这个GPT在我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 GPT非常非常的好用 非常非常的实用 我们学会用GPT 那么我们对我们创作视频 我们写文案脚本 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还有朋友们 不会用这个GPT的 就可以去看我往期的一个 如何使用GPT 那这边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 这个GPT呢 它是一个写文案脚本 我们只需要给一句话 给一个描述词 甚至给一个主题 它就能帮我们完成所有的一个步骤 我今天呢 就教大家来做一个旅游视频 大家跟着小鱼儿往下看 这里我就简单的问GPT 我想去韩国旅游 详细推荐十处美食局旅游景点 它就直接烤肉 部队锅冷面 海鲜煎饼 旅游景点在首尔的人事洞 济州岛 这里不给大家一讲了 我觉得它太简单了 我说不行太简单了 那再让它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景点 以下十个旅游景点 位置啊 它的来历都给我讲啊 这这边就OK了 我们这样一个文案 我们一个旅游视频的一个文案 就已经OK了 我这边复制一下 朋友们不要眨眼睛 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第二款AI软件 有了它之后 我们都可以不再用剪映剪视频了 我们不再用剪映一键生成视频 它比剪映好用太多太多了 而且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也非常的友好 新手朋友们 也可以轻松使用 那它叫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FreeK FreeK AI 小于远已经拿它做了很多很多的视频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下面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视频了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册过 FreeK AI的朋友 我这边会把它的一个链接 放在一个描述栏 我会把它的一个链接 放在一个描述栏 还有包括我们GPT的一个链接 放在描述栏 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去 描述栏里面找链接 注册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它的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这边创建一下 创建一个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看起来没有那么费劲 创建一个文件 第一个是一个中文 我们首先 你的一个视频是要用哪国的语言来讲 那你就点哪国的语言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很多国家都有 以前小于给大家测试过 用简印只能生成中文 英文用不了 那么在这里它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不管你有哪国的语言 什么法语 德语 西亚语 日语 异丹利语 都OK 这里系统它自动默认的就是一个中文 在这上面我忘了说了 这里的话我是选择生成一个视频 那后面呢 这里还有一个景音频 我们要的是一个视频 而我们这个视频的声音我们要中文 这边一个文件名就把我们刚才在GPT生成的一个文案把它粘贴到这里 这里我们要选一下比例啊 我选的是16比9 这边的话你是发YouTube的话就是16比9 然后点击生成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这里说一下 韩国十大旅游景点 十大旅游景点 Freaky AI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 那是什么呢 它的视频最长可以生成15分钟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最长持续时间15分钟 15分钟那个视频它都可以帮你生成出来 我这边演示的话就不要那么久了 3分钟4分钟就OK了 3分钟就OK了 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它Freaky AI里面的本身的一个素材啊 它的里面的素材还是挺丰富的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AI 帮我们生成一个素材 我这边就选用这个里面的素材库吧 点击一个红色的按钮就开始生成 正在创建中啊 大家看到请稍后 趁着这个生成的时间呢 小游景能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Freaky AI它可以给一个想法生成一个视频 给一个提示生成一个视频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文案脚本 故事脚本生成一个视频 它还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音频 它也可以帮我们生成 简单的说就是文本转视频 文本转语音 文本转音频 都OK 所以我们做视频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2024年做视频 我们就要学会用AI工具 轻松做视频 轻松的赚钱 这边视频已经生成好了 首先小游先给大家讲这边 我的我们的左边这一边的这边的一些 给大家先讲解这边啊 左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它帮我生成了12个场景 首先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音乐啊 大家都知道它也 系统里面它帮我们配了音乐 在这里呢 为了保险期间我们把它删除啊 为了怕有一些版权的问题 我们把它删除 我们可以自己去生成一些音乐啊 这边已经删除好了 那我们来到场景一 我们可以点来听一下 首先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韩国十大旅游景点 那这里它显示的是我们的场景一 我们点一下这个字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鼠标在这里啊 它在这里动 看到没有 这这里它在这里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改 我们的一个文本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台词不太好 它的这句话 我想更改一下 我们可以一键删除 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你想修改的内容把它写进去 这边小鱼先给它粘贴回来 那这个字的下面呢 这里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点击一下 它就会跳到这样一个页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对这个图片不满意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重新选择一些素材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现有的素材 除了它现有的一些素材之外呢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素材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还有 我们还可以用AI来帮我们生成一些素材 在这上面你可以输入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素材 那么去点击一个生成 那这个是要换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 一个编辑的一个页面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字 我们也可以换 我们的文本可以换 我们的图片也可以换 在这里大家再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这个解说源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语言大家这里可以选 哪个语言都行 我这边都选了中文 这还可以选方言 哪个地方的都可以 这里呢你可以选男性女性 这里呢语言风格也可以选 这里它显示一些超逼真的一些声音 大家这可以听一下 我个人觉得它上面这一排不是特别喜欢 我就选了这下面这一个 当然这里面有付费版的 也有免费的 我们的新手朋友做视频的话 可以先选择一些免费版的 如果说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选择一个付费版的 选好之后我们在这里点一个 大家看清楚了 这里有个白色的小框框 我们勾选一下 将此语音运用于所有话外音 它所有的声音都用这一个 不然等会你是有的有 有的它又不是这个声音 听起来就很古怪了 所以要选一下 这个很重要 点击一个OK 那么这边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它的一些应用 它的一些设置 在这里呢我再点一下这个字体 再点击一下 一定要选中这个字体 我们来到我们的右手边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字体 我们选择在上面 它就在这个 在这左上角 我们选择下面 那么一个字体 它就跑到下面来了 那我们选择左边 那么一个字体就跑到左边来了 我们正常一个字体 你想摆放在哪个位置 那你就可以点击这里一个 在这里有点像魔方的一个图案 这里 我们可以调换一下这个 这个视频里面文字的一个位置 那在这里字体也是可以选的 你选哪个字体都可以 再往下看 你是要显示是一个词语 大家可以看 韩国它就变成了两个字了 要显示一个短语 那么它显示的就是一句话 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 还有这里文本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把它变成一个红色 变成一个蓝色 变成一个绿色 文本的颜色也是可以选的 这里背景颜色也是可以选的 那么两边的功能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简单的说一边是 更改我们一些文字信息 另外一边呢 是想要可以换图片 可以换文案 弄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点击放大看一下一个效果 韩国十大旅游景点 韩国一个独具魅力的地方 充满了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的碰撞 这个视频将带您走进韩国 探寻十大不容错过的旅游景点 守战我们将来到首尔 这个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城市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以及繁华的夜生活 让人流连忘返 第二站 我们将游览济州岛 这里的自然风光和海岸线令人惊叹 蓝色的海洋和绿色的田野 是理想的度假生地 第三站 我们将带您领略福山的繁华 作为韩国的海港之都 这里既有繁忙的市区 也有宁静的海滩和山脉 接下来 我们将转战高雄 在这个古老的城市 你可以浏览历史悠久的名声古迹 也可以品尝美味的韩国料理 第五站 我们来到了仁川 这是个独特的城市 以其现代化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风貌而闻名 我们的下一站是泉州 这个城市的传统韩屋村和美食 是其主要的旅游亮点 接着 我们将前往庆州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 韩国古代文明的魅力 最后 我们将游览大丘和水源 这两个城市 都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无论你是喜欢探险还是休闲 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乐趣 在韩国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惊喜 这个视频只是盖栏 更多的韩国等你来探寻 希望您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AI生成出来的一个视频吗 我觉得这个视频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 如果说哪怕是我们真人去拍 都不一定有它这个效果这么好 真的是帮我们省了大量的一个人力物力 轻轻松松的就把所有的素材收集到一起了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旅游视频 你想做一个旅游频道 你想做一个美食频道 或者说你想做一个讲故事 童话故事的一个频道 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这个Freak AI 来帮我们做视频 学会了用AI工具 做视频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今天的小鱼的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对AI感兴趣 你也对做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 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感兴趣的朋友 那么小鱼也会把这个AI工具 这两款AI工具的一个链接 放在下面的描述栏或评论区 大家可以自行去领取 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给小鱼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